大家好,我是马丁 我的手上有一杯装满了硝酸银的溶液 在过去,我都是加入食盐水或是盐酸 来把硝酸银转化成氯化银 这次我要直接使用铜棒 让银从液体里面直接沉淀 因为铜的氧化性比白银高 因此,在我们把铜棒放入硝酸银液体中 活性高的铜会被吸入液体中变成硝酸铜 而白银则会以粉末的形式沉淀在硝酸底部 我只是将铜棒放入液体中几分钟 上面就已经累积了厚厚的一层银粉 这时候液体里面还有很多的硝酸 因此沉淀下来的银又立即被溶解在水中 我们将它放置一天之后再看看结果如何 经过了一天之后 硝酸银的溶液已经变成深绿色 硝酸银的溶液 将烧杯中的液体倒掉后 可以看到在底部有一层黑色的残渣 这些是经过置换效应替换出来的白银粉末 液质过滤掉了一层褐色的泥泥泥分 这些是从铜棒上掉落的铜粉末 我们可以看到铜棒被腐蚀的痕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把黑色的银粉洗干净 然后烘干 接着我将干燥后的白银粉末加入干锅里 我要将它融化 看看最后烧出来的橙色如何 搅打到白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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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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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